第一章 第八幕 后花园中月色淡极 古琴之声传来 悠悠千和 平淡雅致 如歌仰望着幽懒的夜空 风吹动她红色的衣裳 烈烈向后扬起 因为无人 她洁白的小脸上 有着淡淡的忧伤 有人经过 惊扰了她 那人手拿一只小包袱 背脊挺得极致 面容艳丽而冷峻 如歌叹息道 为何要走呢 热热闹闹的桃花 开在那人身边 花影映在她脸上 映得她两甲被掌锅的痕迹 通红骇人 她动住如歌 眼中有凌厉的恨意 半想道 留下来让你们侮辱嘲笑吗 你有勇气在众人面前 挑逗刀无暇 却没有勇气面对 这些咸咽碎语吗 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百合冷笑 我为什么要对你说 如歌凝视她平静到 因为我刚才帮了你 让你没有摔倒 在凤凰的脚下 百合又冷笑 哼 你以为我会感谢你吗 你会 如歌微笑 如果被凤凰那种女人侮辱 很丢人不是吗 百合眼中 闪过抹奇异的光芒 唇角 扯出讥笑 哼 不错 我再下见 也比母狗凤凰强一百倍 桃花树下 百合摸着脸上 火辣辣的长痕 恨声道 在品花楼 只凭我的姿色 想要出众 难辱登天 我不甘心 等到人老猪黄 再没生意了 还攒不下 可供一辈子花用的金银 这是次机会 我必须要把握住 只要能攀上刀武侠 定能掏出 给些金山银矿来 他那么有权有势 往后没有人会欺负我 我当然要拼一把 呸 他们那帮扮清高的 以为刀武侠喜欢大家闺秀 所以一个劲儿的扮清高 哼 真可笑 喜欢正经人家的闺女 还来清楼做什么 凭他还不易抓一大把 凡事来清楼的都是剑皮 都喜欢看女人托 我偏偏和他们不一样 我索性就托给他看 可是 你失败了 儒格提醒他 百合一正 闭上眼睛 然后冷道 所以我走 去哪里 换个名字 重新开始 百合眼光黯然 今晚一过 品花楼百合的名字 就会沦为所有人的笑柄 变得臭不可闻 我不得不走 还坐这行吗 我还有别的本事吗 我认识一些人 他们或许可以帮你找 算了 百合打断他 一招清楼人 终生清楼鬼 我再也坐不了其他的行道 再说 你若真有路子 又怎会进了品花楼 儒格望着桃花树下 双甲英红 眼神阴厉的百合 无奈道 那 祝你好运 百合冷笑 好运 是要靠自己争取的 你说的对 儒格点头 从怀中摸出一只 白色小瓷瓶 递到他手中 这是治疗于伤的灵药 抹在脸上 一个时辰后 硬痕便会消失 这样 无论你到哪里 争取好运的机会 也都会大些 百合凝视他片刻 将瓷瓶收入怀中 转身离开 从此 品花楼再无名叫百合的女子 古琴生指 品花楼内 掌声喝彩声如雷 儒格悄悄回到了大堂中 知道风细细在友情红的帮助下 终于抢得了个满堂彩 风头之劲 让其他姑娘为之侧目 风细细娇声细喘 白纱遮掩下的脸颊 娇嫩粉红 她妩媚的美目 飞快的遍寻全场 见重宾客 皆如痴如醉的关注着她 不由喜不自禁 却立刻做得更端壮些 摆出天山之雪 凛然不可侵犯之字 儒格轻声道 小姐恭喜你 今晚的花魁非你莫属 风细细撑她一眼 心中满是欣喜 这时 场中忽然站起一人 她内着葱绿团花 紧身裙 外照桃红透明青纱 性谋挑眉 五官艳丽绝伦 神态张扬跋扈 正是品花楼当月排名 第四位的凤凰姑娘 凤凰高声笑道 怎么姐妹们今晚这都没出息 竟是些唱歌跳舞作画的 一点新鲜的东西都没有 别让客人们都瞌睡着了 让我来给大家 来一段惊险刺激的 提提兴致如何啊 好 掌声似起 品花楼的其他姑娘们 却都侧目瞪她 凤凰要表演的是百步飞刀 为了更加刺激好看 她命丫头香儿在远处站好 头顶放一只苹果来充当靶子 可是香儿以前 哪里干过这种事情 吓得面如土色 双腿颤抖 头上的苹果也随之晃来晃去 让凤凰无法瞄准 凤凰当即恼怒 劈手一记耳光 没用的东西 不许抖 再抖射穿你脑袋 香儿的泪珠扑素素下来 闭上眼睛 不敢说话 那边刀里香却忍不住了 骂道 喂 你欺负个小姑娘算什么 为什么要打她 凤凰双手插腰 嘲笑道 怎么 心里大小姐抽染耳光 我就不可以 再说 这是我自己的丫头 我爱打爱骂 关你屁事 刀裂香气的显现晕厥 怒喝道 我方才是在收拾贱人 你确实要一个可怜的丫头 陪你玩命 怎能一样 可怜 凤凰伸手拧住香儿的脸蛋 拧得煞白 香儿你说 你怎么可怜了 我是不给你吃 还是不给你穿 只是让你顶个苹果 就哭得像个泪人 好像有人虐待你 存心让我丢脸 对不对 香儿咬牙 忍住泪花 哽咽道 奴婢不敢 凤凰白刀里香一眼道 听见没有 这是我们主仆间的事 与外人无关 你 刀里香哪里受过这等气 历时就要出手教训她 去被人拉住 用力去甩 甩不开 这才发现阻止她的是大哥刀武侠 刀武侠含笑道 这位姑娘 即使她是你的丫头 随意打骂 怕也不妥 凤凰竟好像对她完全不感兴趣 冷哼的 呀 原来刀公子还是一个怜香惜玉的人呢 不过只要她是我的丫头 就轮不上别人来管 刀武侠望了望远处静坐的玉字函 见她神情温和 墓中似有赞许之色 心中不由一喜 姚善轻笑道 如果我买下她呢 这位为了 我真是不过 这位女生的肌 我真的有心中不过 真的有心中不过 我真的有心中不过 那我来的心中不过